尊敬的泰国文化部部长 伊提彭·昆本阁下 朱拉农工大学泰国研究院 瑞提隆·级瓦卡农先生 作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以及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的负责人 很高兴以视频的方式 在今天的研讨会上 与来自中泰两国的有识知识 一起交流探讨 期待这一次的研讨会 能够将我们每个人的思想火花 聚集成更加明烈的火焰 将一条有利于推动中泰两国友好关系 不断发展的前路照得更明亮 谈到中泰关系 自然而然会想到中泰一家亲 这句话在两国的民间可以说 广为流传 家喻户晓 也足以说明我们两国关系的特殊与亲密 中国和泰国地理相近 文化相通 血脉相亲 理念相融 自古以来 我们就是好邻居 好伙伴 1975年 两个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此后的46年里 双方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经贸合作持续拓展 而人文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了 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正是民心相通 能够有力增进民众的友好感情 推动国家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而在民心相通方面 文化交流是最有效 最受欢迎的桥梁和奴带 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所说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建 因互建而发展 泰国是中国开展文化和旅游交流 与合作最活跃最频繁的国家之一 两国政府间签署有文化合作协定 并定期签署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 两国之间从上到下交往都极为密切 这离不开泰国王室成员的率先锤饭 身体力行 离不开两国高层交往的引领和政府的支持 更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为促进中泰文化交流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 我来泰国工作以来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 疫情前记得是2018年12月 我刚来泰国工作 中国赴泰游客的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次 2019年秦始皇兵马俑文物特展第一次来到泰国举办 曼谷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门口每天都排起长队 今年2月份中国的春节又首次成为了泰国的公共假日 而在去年以来的前所未有的抗击疫情的合作中 我们两个国家之间 人民之间又发生了数不清的令人感动的故事 我想这一切都让我真切的感受到 中泰文化关系正在好的基础上 历久弥坚 不断升级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没办法一一的列举 这些具体的数字 轰动的活动 共同的节日 患难中的同舟共济 在我看来既是中泰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 同时又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新的推动力 一组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双边关系中 一定包含有深厚而又充满活力的文化关系 而中泰两国之间坚韧的文化纽带 既是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 也是新时代中泰关系发展的动力源泉 首先啊 中泰两国政府推动互设文化中心这一决策和实践 本身正是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建成的第一个 也是占地规模最大的一个文化中心 2012年11月21日 在两国政府总理的见证下 揭牌成立 这在当时的历史节点上 把文化中泰的文化交流推向了更高的水平 现在我们说中泰关系全方位的发展 经济有双边的贸易数字 政治有彼此的战略互信 而两国相互在对方国家设立文化中心 当然也是两国关系中文化合作的成果和标志 从2007年两国政府签署互设文化中心协议 到2012年最终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接牌 五年的筹办时间里 中方得到了泰国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 得到了来自泰国的王室成员 政府民间的支持 有很多筹建中遇到的问题困难 如果没有各方的帮助 是不会得以顺利的解决的 中方对此深为感动 也深表感谢 第二点呢 我想在中泰两国政府大力的支持下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 一直以来为两国人民搭建了一个 更加紧密交流和相互了解的平台 从而打下更好的去支持 促进中泰两国多层次 多角度关系发展的基础 中国在海外设立文化中心的出发点 就是要为所在国的人民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文化提供方便 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的大厅 右侧的墙上有八个汉字 优质 普及 友好 合作 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心的宗旨 而中心的职能呢 是围绕国情宣介 文化交流 人文对话等七个方面 深入泰国社会 通过举办 通过举办 符合百姓欣赏习惯的活动 传播中国文化 用泰国人 喜文乐见的方式去介绍中国 才能真正有效率的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点呢 我想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还是一个枢纽 中心的设施是比较齐全的 可以通过请进来 为泰国人民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 提供很多方面的服务 但与此同时 中共文化中心还倡导走出去 走入泰国不同的城市 走入社区 走入学校 因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才能与泰国社会产生有效的链接 推动中泰文化交流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我们要让文化中心 不只是一个有固定地址的建筑 更应该是与当地机构开展合作 融入到泰国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 不同的场景中 成为流动的文化中心 这样才能让交流更加深入 让传播更加的有效 明年也就是2022年 曼谷的中共文化中心要迎来十周年了 这是一个回顾回馈的时刻 也是一个开拓和开创的新起点 现在我们要看到 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历史坐标 国际环境 挑战以拘役都发生了变化 文化中心要在时代的背景中 谋修发展 才能更有效的发挥文化的力量 更充分的发挥文化中心的平台优势 面向未来 我想首先要持续扩大中心的影响力 文化中心的持续发展建设 离不开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 这样才能更好地聚集资源 健康的可持续的友好双边关系 也一定不能少了彼此理解 欣赏充满活力的文化关系 我们可以积极抓住有利的契机 让文化中心融入国家文化外交工作的大局中 在双边关系的重要的时刻 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展现特有的魅力 通过高层的引领 不断地扩大文化中心 在两国社会上的影响力 其次要有海纳百川的格局 中国人喜欢说文化如水 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心就应该是一片海洋 一方面文化中心展示和传播的文化 不应该是狭义的 而应该是广义的 中心要不仅能够通过具体的演出啊 舞蹈展览文学这样的载体去表达 更应该是一个能够全方位展示 推介国家软实力的载体的平台 通过文化中心的活动 让受众去构建一个立体全面的国家的形象 另一方面呢 中泰两国文化中心 虽然是由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协同外交部门来负责具体的筹目和运营的工作 但中心的资源和作用却不仅仅是属于某个部门的 而是属于国家的 文化中心的内核是一个国家的中心 所以要有海纳百川的格局 要服务于国家各个部门 各个领域的发展的需要和对外工作的需要 最后我想说呢 要适应潮流 具备持续创新的能力 去年以来 这突如其来的世纪疫情 给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强烈的意识到 文化交流的功能需要在现实和虚拟空间共同延伸发展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做民心相通的工作啊 现如今民意基础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意义 新技术的发展 让我们传播方式 民众获取信息的方式 体验的方式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需要重视互联网的民意 中心的建设和发展要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 创新工作的模式 文化表达的方式 创新信息传播的方式 才能更好的去推动民心相通 因此 文化中心需要具备自我更新和开头创新的能力 要结合双边关系发展的需要 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和要求 不断去发现 拓展 闪耀出时代价值 保持独特的活力 中国有句谚语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而听说泰国也有句谚语 撒什么种子 结什么果 设立文化中心就像是我们共同种下的一棵种子 而如果我们把双边关系比喻成一棵大树 那么民意的基础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文化中心的功能和作用 就是为这棵大树源源不断的输送养分 让根越扎越深 树越长越坚挺 这样这棵双边关系的大树 不论在什么天气条件下 什么季节环境里 都能够屹立不倒 保持生命力 我相信文化中心一定能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也期待泰国早日在中国设立文化中心 谢谢大家 大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